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掀开阿南问是否吉凶金讲记第六十五页 我们看最后一行的经文 为当由此 于是何求念报佛恩 这是第二个大段 为当由此 这是总结前面佛给我们的教诲 就是墨世人 出家 再家人 所造的一些罪业 佛的话不多 但是所说的都是极重的罪 这些事情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往往都疏忽掉了 真叫粗心大意 当然没有人教导 我们不知道厉害 真的是胆大妄为 不忠不孝 无由人意 不顺人道 这是这一个时代的所有众生 我们细细 我们细细去观察 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 在东方 古圣先贤的教会 儒家的伦理道德 我们把他放弃了 佛教导我们的三规五界十善 我们也把他丢掉了 每其名而须大臣 这个东西是小臣 今天才遭受这个劫难 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人民生活痛苦 贫贱人痛苦 富贵的人也是人心惶惶 没有安全感 诸位想想 这是过的什么日子 出家比丘 所负的责任 是教化众生 我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做些什么事情 做些损他 自损 干这些事情 在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 要细心去思维 试出世间法 损他 必定 损上自己 你们细心就想 如何是利自己呢 利他 才是真正利己 所以 如果说是这个世间四 有损人利己的 这种事情 你们听了 好像似乎是有道理 我听了是完全没道理 这一句话 误导了 许许多多人 孙人决定不利己 利人才是真正利己 何以见得呢 释迦牟尼佛一生都做利益终身的事情 那有一桩事情是做利自己的 他真正得到利己了 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 三千年之后 你看我们见到他的遗像 我们都会顶礼膜拜 谁能做得到呢 菩萨 声闻罗汉 没有自私自利的心 其心动念 所作所为 都是利益众生 你利益众生的心 越大 你自利 你得的这个福德 也就越大 你看诸佛菩萨 他们齐心动念 利益虚空伐阶 一切众生 他没有说利益我的小道场 利益我这个小团体 利益我这个地区 他不是这样想法的 他是利益虚空伐阶一切众生 如果我们说心量大了 我发心利益的是整个地球 其他星球上我们的心愿达不到 还有麻烦 星际战争 这个星球跟那个星球 还会发生战争 所以要想永远杜绝战争的祸害 星星都要达到静虚空变化界 恩运 善无 跟主说 没有标准 福在经上讲得好 讲绝了 尽随心转 这一句话 不是普通人能说得出来 你心底善良 所有一切境界都是善 你心底清净 所有环境都是清净 尽随心转 你心底清净 绝对没有物的 然后你才知恩 知恩才懂得报恩 师父 从世尊之世心 遭受许许多多的艰难 释迦牟尼佛 八相成道 又想魔 我们每一位同学 在修行道路上 魔障是决定不能避免的 佛都不能避免 何况我们 魔障从哪里来的呢 总是过去今生 给一些人 借的不善的愿 不善的愿 起这些障碍 如果我们以清净心 善心来对待 这些卧缘都变成善缘了 为什么呢 见随心转 你要能转境界 不要被境界转了 被境界转了 你没有学到佛 你能转境界才真正学到了 我们在这个夜深修学当中 遇到的张难太多太多了 我们都是以恒善的心 善巧方便 欢欢喜喜的躲过 而且国报殊胜 我一生没有到场 照明 韩阴居士忽持 他去租地方 借地方 让我讲经 不离开讲台 通知他的一些朋友们 来听信 最初听众 大概十几二十几个人 慢慢人数多了 我们没有去找人 第一个道场 在精美建立的 怎么建立的呢 逆增上院 在那个时期 我们借用佛教会 他的一个大讲堂 在那个地方讲经 借用 是要付租金的 蒋经郭先生 就任第六任总统的时候 我们一些同修 发起庆祝 请我讲人王经 人王 护国 般若 般若 般若美金 就借佛教会的讲堂 也许讲二十天 二十天 把这部经讲圆满 是很难的 所以我编了一个大纲 讲人王经大义 这样就非常活泼了 多讲经文 每一品的大义 佛教会知道这个事情 把讲堂费用提高一倍 意思就是叫我们 知难而退 没想到 韩居士给这个同学上粮 凑了一笔钱 二十天租金 一次就付清了 我们就开讲 开讲之后 今天天天都在为难 他们找党部 找政府机关 对我们施压力 我们在政府机关里面 也有一些朋友 我们这些朋友支持我们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法子 跟佛教会抗衡 他们的力量太强了 逼着我们 把这个讲经停止 但是我们晓得这个很厉害 万一我们真停了 他再告我们一桩 我们是死路一条 为什么呢 庆祝总统 你讲了一半 你就不讲了 那你换一句话 你存的什么信呢 大概是让这个总统 做不了一半就走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是这个罪过太重了 我们想的不得了 所以我们就写了一封 详详细信 直接送给 蒋经国先生 这个信的时候 就装在身上 你真的逼我下台呢 我行政院 距离善道士 不圆满 我们马上转到那边 就亲自送给他 为什么呢 逼着我们这个法会不能圆满 是佛教会的事情 不是我们 我们是很想做的圆满 这一招呢 才把这个事情按下去了 让我们这个法会圆满 不容易啊 圆满之后 佛教会通知我们 他的讲堂 以后永远不再接过我们 这个时候 听众啊 起了愤怒了 这听众发脾气 来找我 发死 我们自己搞讲堂 不要救人 精美图书馆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以后一些法师 他是清空法师 你又到场了 我说是啊 佛教会送的 佛教会不这么一招 我们哪里会到场呢 好事啊 我很感谢佛教会 很感谢了法师对我施的压力 为什么 没有这个 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有精美化脏图书馆 不可能有 所以我们以清净心 以善心 对待这些不善的语言 最后的果是善的 是殊胜的 我业生所遇到的逆境 最后的果报都好得不得了 韩广长往生之后 他的儿子好啊 儿子好啊 儿孙分一场之好 我们相处三十年 这个时候有一些 恶缘在挑拨历尽 踏实 一时听了别人的挑唆 对我们产生误会 所以这个他不如他的母亲 他母亲很厉害 母亲听到外面有谣言 他归根 他查问 所以 所有一切的 毁谤历尽谣言 在韩广长面前都不起作用 这是他高明的地方 这是有真实智慧 而高闺民就缺乏这一点 没有认真调查真相 这样将图书馆收回 我们离开了 我们也很欢喜地离开 离开之后 我们才南洋鸿发的一生 受到了成就 如果不离开 我们对于过际上鸿发 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为什么呢 我一生非常重视恩义 我受韩广长三十年护持之恩 我绝对不能离开图书馆 除非他儿子叫我离开 那我非离开不可 都是他儿子这个意思 任何人想逼我离开图书馆 都不可能 那么这个造年学条素的人 我已善心对他了 他有功德了 让我离开台湾之后 在海外可以全心全力 去做红发立身的工作 团结宗教的工作 团结族群的工作 都是我想不到的 这些呢 我们都要感谢高贵民居士 所以我在此地告诉诸位 善无恩怨没有标准 看你用的是什么心 你是用的什么方式 如果你是善心 如果你是善心 善我变成善 愿变成恩 学佛没有别的 要学这个本子 你看佛在冷言经沙 告诉我们 若能转进 自同如来 如何把逆境转成顺境 如何把卧缘转成善缘 我们修行 有没有功夫 有没有心得 就在这个地方看 你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世界 一切人都是恩人 我离开台湾 到新加坡 承受这么大的打击 这么大的压力 在图书馆出家的 这么多同修 碌碌碌碌碌 都离开了 我很难过 我写了这六条 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你们在图书馆出家 馆长走了 将来我要走了 你们在外面流利是处 我对不起你们 馆长对不起你们 我们这一生 留下永恒的遗憾 我在新加坡三年 希望李牧原居士 真正能像馆长一样 护士我们 新加坡的法律很严 他收容了我们 我们在新加坡 拿不到永久居留 所以同学们 心是悬的 不踏实 我在新加坡 实在讲 是由于做宗教种族团结的 这些事情 新加坡政府非常欣赏 前一任的总统 王丁昌先生 对于我们的这些行为 很赞叹 所以新加坡政府给我永久居留 永久居留 我可以在新加坡买房子 像台湾的过民住职 我有权利买了 没有权利买有土地的房子 换一句话说 在新加坡我自己照顾自己 没有问题 新加坡政府同意的 如果要建个道场 要有土地 我就没有这个权利了 这是我常常忧虑的一段事情 那么在去年年底 中国大陆 好像台湾也有几位居士 不是居士 好像是法师 反对汇集文 我清楚 反对汇集文是对我来的 他们神通广大 我在中国 跟中国政府的关系非常之好 他们在当中破坏 往年赵普苏老居士在世的时候 这真正对我非常爱护 大陆上一个在家居士 另外一个出家的法师 明山老火山 我们真可以说知心的朋友 这两个都走了 这个力量相当的大 所以我听说 中国大陆统战部 下来的命令 净空法师 所有的书籍录像带 光碟 全部插封 跟对付法轮功一样 我这一想 这落叶归根 回大陆没有指望 这个打击很沉重 正在这个时候 澳洲政府给我永久拘留 澳洲政府的这个永久拘留 是很特殊的 澳洲住在香港的领寺 暴思维先生 亲自把这个文件交给我 你看你们一般 办这些文件 都是在人家临时馆柜台里头 我这个文件 是在临时的办公室 拿到之后还照相柳年 中午在一块聚餐 他告诉我 亚洲人拿到澳洲这个签证 他说法师你是第一个人 这是个特殊签证 是他们联邦移民部长亲自批准 我做梦都想不到 怎么可能会拿到这样的永久拘留 这种永久拘留 是属于澳洲国家尖端人才 不是我们求希望到澳洲 是澳洲这个国家 希望我们到他那里去 所以就很优待了 这是意想不到的 享受澳洲公民所有的权利 还有一些义务 我们可以不要紧 你说 我在世界上 任何一个国家对我 没有像澳洲对我这么好 所以我在澳洲买土地 买教堂 建一个道场 让离开图书馆的 你们物资辈这些同修 你们自己有一个修行道场 都比看别人脸色过日子 我对得起你们了 馆长这种事情没有做好 我替他补起来了 那么这个道场 比我们精美图书馆 大得太多了 精美图书馆说老实话了 是在公寓房子里没有土地 将来大楼要是撤签了 还是很麻烦 所以我们不离开 精美图书馆 就不可能有澳洲 这个金宗学院 韩广章对我们 真正是爱护卑制 护持不遗余礼 一直到现在 我自己感觉他在我身边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际上 样样事情都那么样 得心应手那么顺利 我想是他在当中加持的 我拿澳洲这个签证 如果要想变成澳洲公民 随时可以申请 澳洲的国家欢迎我 不必要等待两年 一般的移民签证 澳洲也是一样 永久居留的签证 必须要在澳洲 住满他有规定的日期 像美国是183天 每一年一定要在他国家 住183天 否则的话他给你取消了 我这个签证不受这个限制 只要到澳洲去报个刀 护照上盖了他个印 一年两年不去都没关系 他还承认 进出自由啊 居住也自由啊 那么我们现在进一步的 是要将我们这个物资辈的 有意思在澳洲常住的 我们首先给他办这个宗教签证 宗教签证是两年 两年期满了可以再 赢一次就是四年 再住两年 在澳洲住满四年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了 所以现在物刑司拉到永久居留了 他在澳洲四年了 这个国家民主法治国家 但一切事情都非常公平 澳洲政府有很大的好处 官员不贪污 但任何事情不必去官舍 不必去送礼 一切是公私公办 那么我在澳洲 联邦政府 州政府 地方政府的首长 对我都非常好 因为过去几年 我虽然不常到澳洲去 去呢 多半是他们宗教之间的 开会议 团结宗教 团结族群 凡是有这些活动 他们会通知我 我会去参加 我对这些有一点点贡献 这是澳洲政府对我们非常欢迎 我们对人好 人家就对我们好 天经地义 不要认为他是外国人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甚至于不同宗教信仰都一样 只要你对别人好 别人一定是有好的回报给你 我们在新加坡团结九个宗教 许多同修知道 我们是主动的 主动去拜访 伊斯兰教 拜访印度教 拜访天主教 基督教 四学法里面教给我们的 与一切人 一切团体往来 多送礼 多请客 这个感情就联系上了 你不主动地去拜访别人 永远不相往来 互相猜忌 越猜越悟 造成严重误会 一定要常常往来 坦诚地往来 没有疑惑 没有隐瞒 感情有了 进一步 再把这个教义 我们也断出来交流 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 我们找到理论上合作的依据 宗教可以团结 可以合作 可以互相信赖 我们追求世界 永久和平 不要希望 有种族的战争 宗教的战争 确实是能够避免的 我们学了福 福是智慧 佛教家 设置全智 全智 就是这样的善侨方便 这个善侨方便 应用在身口上 我们的自在 应用在团结不同宗教 团结不同的族群 团结不同的国家 非常有效果 这里最重要的是真诚心 决定没有虚伪 清净心 决定没有染污 决不能对对方有所需求 那是心不清净的 决定是平等心 没有高下 大慈悲心 爱心 我住在澳洲 也许有人晓得 澳洲有所谓 遗族党 是排斥移民的 特别是对于亚洲 这个在澳洲是少数 我选择到场建立的地方 就是遗族党的大本营 最难处的这些人 我会跟他们相处得很好 所以昆斯兰 主管宗教的官员 多元文化局的局长 尤里他是犹太籍的澳洲人 他也信犹太教 他就问过很多次 法斯 你为什么选择那个地方 一般人不敢选择这个地方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 最后他说了 法斯 你在这个地方 能够住得平安无私 全澳洲 全澳洲 你就痛了 你就没问题了 我们是以福心的 真诚 亲近 平等 真觉 自卑 给妖魔鬼怪 都能做好朋友 都不会受伤害 所以一切众生 是我们的恩人 魂像记 天天念 上报四重恩 下级三头苦 不要以为 毁谤我的人 侮辱我的人 陷害我的人 打我 骂我的人 这是冤家对头 错了 恩人 我们仔细想想 没有这些人 我们无时借来 这个业 怎么能消得掉啊 他毁谤我 侮辱我 陷害我 卧意对我 替我消业障 我感激都来不及了 怎么可能 有一丝毫冤恨心 我们知道 诸佛菩萨 他跟我们不一样 诸佛菩萨的心 纯净 一丝毫不善都没有 一丝毫不善都没有 我们学佛 我们的目标 锁定在 纯净 我们这一生就成就了 纯下之心 纯净之心 念佛求生净土 跟诸位同学说 肯定是 深十报 壮严土 不能生十报 你也会生方便土 绝对不再凡神度去土 我们学佛 要学这个 中国古圣先先 教我们 人这无敌 这一句话 我想很多人都听过 都知道 仁慈的人 他在这一生当中 没有冤家 没有对头 敌就是敌对 他没有 那才叫人人 那我们佛门里面 称菩萨 你受了菩萨戒 你就是菩萨了 你看 一般同学送给你的东西 都会写到你 忍着 某某忍着 你要想到 忍着 无敌 你还有冤家 还有对头 还有不满意的 还有看不顺眼的 你不是忍着 你不是菩萨 菩萨 菩萨 今天很多人提到阿拉伯 提到回教 都感觉到很恐怖 我跟他们接触 多话 我跟他们是好朋友 我这个名字 我这个名字在阿拉伯世界里头 很多人都知道 阿拉伯人在全世界最残疾的 这个是 任何国家民族不能跟他相比 在宗教的信仰的时候 他们对于宗教信仰 比我们一般宗教越沉 每天 五次礼拜 只要是回教徒 绝对不会介绍 我跟他们往来 我渡古兰经 我跟他们做好朋友 在新加坡 我也很出名 马来人 印度人 回教徒 提起净空法师 他们都会收起大拇指 净空法师是好人 他们对华人一般都怀疑 缺乏信赖 他对我相信 他相信我的话 由此可知 人与人交往 是智慧 是学问 这些东西 全是在经典里面学来的 所以我们要肯定 佛对我们有恩 这些真实教诲 是佛当年所说的 历代主事大德 对我们有恩 如果没有历代主事 代代相传 我们今天怎么能看到经典 没有老师教导 我们怎么能够理解经典 那有同餐道友 在一起互相切磋 对摩 我们怎么能够深入经典 哪个没有恩呢 个个都有恩呢 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呢 我们吃一餐饭 有没有想到这饭从哪来的 米从哪来的 菜从哪来的 作料从哪来的 我们穿的衣服 衣服从哪来的 你就想到这个世间人 多少人为我服务 我们才能过这个舒适的生活 知恩不容易 唯有知恩 你才真正懂得保恩 不知恩 当然你就不会保恩嘛 所以常常念 父母恩 老师的恩 佛是我们老师 国家的恩 没有国家保护 在外头流浪 很可怜 我们身心能够得到安稳 是我国家的保护 众生恩 一切众生 在一生当中 我们是互足互足 互相依赖 人不能脱离人群 独立生活 我们要懂得 再推广 一切动物 与我们都有恩 这些动物 这些植物 它的恩在哪里呢 它能够平衡 地球的生态 我们才能够安居落叶 可是现在地球有危机 从什么地方看呢 我们常常从资讯里面看到 哪一些动物 频临绝种了 常常看到这个讯息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地球上 绝种表示 地球生态平衡 被破坏了 无论是动物 无论是植物 要晓得 它的功能 真正的功能 第一个功能 平衡地球生态 我们不能小看 小看就会有天然灾害 水灾 火灾 风灾 地震 诸位要晓得 这些灾害 破自然生态平衡被破坏 那是灾害的语言 因是什么呢 因是一切众生的贪嗔痴慢 这个道理是 现在一般科学家 知道语言而不知道音 所以他解决不了问题 怎么样讲 这个保护自然生态 讲这个环保 能不能受到效果呢 太有限了 为什么呢 他只看到语言 没有看到音 都知道从音上去改 愣言经里面跟我们讲得很好 贪心 感到的是水灾 成慧 所感到的是火灾 愚痴 感到的是风灾 傲慢 不平 感到的是地震 真正的音 人心 人心 如果利贪 贪嗔痴慢 这外面灾害 就没有了 你们有因 云 要懂得爱护 不会任意去破坏它 哪里会有灾害呢 这些道理 太深太深了 佛在经上讲得透确 讲得明了 世界 第一等好书 佛书 可惜没有人懂 等着的人提倡不烈 当然 这个也有条件上的问题 方东梅先生懂得 我跟他学这学 他把佛经介绍给我 特别是华严经 他一生最欢喜的是华严经 那么他也在台湾大学 佛人大学开阔 在台大 他讲过 隋唐佛经哲学 魏晋佛经哲学 在佛人大学 波斯班开的华严哲学 也是全行全力 在推广 可是后级无人 那么接受 他教导的学生是很多 离开学校 离开老师 不能把这么好的东西 发扬广大了 我知道这个好处 这一生当中 全心全力做这个工作 敌人敌人敌人都在推动 目标向全世界 我们用这个科技 用录像录音来推动佛教 在台湾我们是最先做的 那么以后发展到网级网路 现在我们每一场的教训都上网 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 同时都能够收看得到 所以我很重视高科技的这些设施 我觉得二十一世纪的道场 是在卫星传播 是在网级网路 绝对不是在这里建一个寺庙 建一个安堂 不是的 那么现在香港那边同修 还别出花样 他们跟我讲 他想坐一个广播车 想停在这个台湿门口 我进来看到的 我们走到哪个地方 都可以落下 都可以把我们东西 传播到全世界去 这个方式是好 可以到处去旅行 走到哪里 讲到哪里 一天功阔都不耽误 好